大家好,我是Eric,今天是6月28号,我们再来聊聊股市 首先声明,我只是小散户,坚持自己的意见 表达真实的想法和操作记录,不做任何投资建议 我们来回顾一下一周走势 周一,两市大盘均是一个微幅高开的格局 不过,开盘后大盘受到了上方60天均线的压制 而且量能有所萎缩,股指基本上是一个载幅震荡的走势 周二,大盘略幅低开 开盘后在银行股走弱的拖累下,大盘一路大幅震荡下行 五盘后,在护盘资金和潮底资金连绝入场的推动下 大盘出现了企稳回升 但场外资金追高热情有限,最终还是以绿盘报收 周三,券商股板块大幅低开 并拖累两市大盘明显低开 开盘后,指数虽然略做下探,就出现了快速回升并一度翻红 但是回升过程中,量能还是伪作 多空双方基本上是个弱平衡状态 周四,指数出现了高开 开盘后出现了一波快速拉升 但是继续受到60天均线的压制,出现了一定的冲高回落 但是一直保持相对强势 上阵还保留了几个点的跳高缺口 周五,两市低开并震荡回落 尾市有一定的护盘资金和乐观资金入场 出现了一定的企稳回升 总的来说,一周各指数呈现的是上周突破30天均线后 对30天线进行回踩整顾的一个态势 我认为是属于比较正常的走势 我们先来聊一个题外话 股市中流传了一句细言 股市有这么个规律 明星离婚,股市必涨 14年文章出轨,黄海波嫖娼 16年王宝强离婚 都迎来了一波不错的行情 其中的逻辑我不太清楚 可能是股民喜欢看明星笑话 周四,宋慧桥,宋忠基离婚 周四晚上,范彬彬宣布和李成分手 这一次是否能延续这个规律 迎来一波也不错的行情 我们今后几个月可以倒过来看 来验证一下这个规律是否成立 我们来看一条我认为比较重要的消息 中纪委国家监委网站24日登文 证券市场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将其合法财产 以合法的方式投资于证券市场 是对国家建设的支持 党员干部可以从事正当的证券交易活动 但是不能违反相关规定 党员干部投资证券行为划出红线 四类人群不能炒股 禁止积累行为 我记得很清楚 20年前就是九几年到2000年左右 有不成文的规定 党员是不能炒股的 包括政府机关 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 公开时间不能谈论股票 这一次中纪委定调 信号已经很明确了 鼓励炒股限制炒方 虽然短期利好有限 几千万党员不会立即去买股 但是长期是利好 因为党员的战斗力是最强的 有党员干部带头没有干不好的事 比如2008年 鼓励党员干部买房 之后大家都知道房产涨成什么样 还有一种逻辑 想要把股市搞上去 必须要和父母官的利益绑定才行 党政干部的利益和股市绑在一起 股市能不涨吗 大家自己想一下 我们还是再来聊聊券商 上周券商作为风向标 带领大盘向上突破30天线 我上周说过 向7个头部券商注资 并允许券商发融资券 是对股市的实质性大利好 对券商板块也是利好 但是A股就是猪队友比较多 周二晚上券商板块出减持公告 低创业股东拟减持不超过3%的股份 影响最大的还是中心箭头 被中心证券以清仓式减持 按当前股价计算100亿市值 周三早上集合竞价 中心箭头跌停板上堆积了近百万手卖单 约合一二十亿人民币 小弟中线箭头跌停 龙头华林证券也是唐岛跌停 当天整个券商板块跌2% 并带动沪金相关个股大跌 现在中心箭头市值2000亿 中心证券也才2800亿 作为老大哥快要被小弟赶上了 理性的来说这一次减持是对的 虽然中心箭头的投行业务在业内数一数二 但是它的估值明显虚高 任何一只优质的股价都是应该围绕其价值在波动 并且对于中庆证券来说 清仓减持估计和同业竞争有关 这一次百亿大减持到底算利好呢还是算利空 实际上由于减持规定限制 这一次最多40亿通过竞价减持 剩余70亿是走大宗交易 而且是要在6个月内才完成 对流动性冲击不大 但是对情绪来说是利空 对券商股这个板块来说很微妙 中心这次减持的是原始股 估计能够浮赢上百亿 公司去年才赚了94个亿 所以对中兴证券是利好 对于中兴证券减持 短期对券商板块是利空 长期没有影响 我个人还是看好券商板块 我们再来聊聊大市值白马股 最近贵州茅台已经突破1000块 值得注意的是 茅台的市值已经超过中石油 现在市场上又有人在吹捧价值投资白马股 居然有机构看涨茅台到4000块 我看了一些白马股 大多在高位 尤其是大市值白马股 我觉得不追为好 中国股市业绩因素不是最主要的投机因素 才是主旋律 当初白马股能涨就是因为股价和市值还在相对低位 通过运作是可以将股价拉出空间 对于大资金来说不仅保值还有空间 而且容易兑现 而现在这个位置 有向上打的空间吗 茅台股价和市值可以再翻两倍三倍吗 中国平安的市值可以再翻两倍三倍吗 这些白马股都是走牛了三年的时间 老主力早就介入并操作 没有向上空间 会有新主力进入吗 老主力在这个位置一定是想退出或者调仓换股 这种和业绩大致匹配的一般合理性高市值 一旦遇到业绩下滑 高市值就是瞎手 而且股市根本就没有纯粹的业绩因素 只有借着业绩的幌子去寻求暴力差价 再好的业绩 如果不足以翻两倍三倍 机构就会避开 只有相对的低市值 借着业绩的幌子 才有可能翻几倍 从某个角度来说 玩股票需要研究历史 历史经验总会成为将来投资的参照 96年97年四川长虹是中国股市的绝对白马 后来跌成什么样了 茅台其实并不是第一支千元股 历史上有过两支千元股 第一支是600602真空电子 现在叫云塞智联 最高涨到过2500多块 现在只有7块多 真空电子还算比较正常 另外一支飞乐股份就比较惨了 最高涨到过3500多 现在变成新号ST中安 只有一块7毛8 而且大市值股一旦开跌 是没有大量资金去托盘的 有可能相当长时间低迷 现在不易去追大市值白马的逻辑很简单 如果今后有行情 主力会借行情对大市值白马调仓换股或者收割 大市值白马的涨幅不会大 一旦行情做顶 这些大市值白马在高位 是没有资金去托的 现在人民币还没有变成纸 不要把1000块股价不当回事 现在不易跟大市值白马 现在来看看我所持个股 我还是没有进行任何操作 这个股票周一跳空高开 最高冲涨7%左右 第一小时放大量 后三小时回落震荡 基本围绕20块左右震荡 周二低开 前三小时基本在20块8到19块8之间震荡 但仍保持比较好的量能 尾后最后半小时 随正券商板块回升 出现了一波放量拉升 全天涨3.5% 周三随券商板块利空跳空低开 一直在跌5%左右震荡 尾是出现了一波卖盘 打至跌停收盘 周四随大盘高开三个点 半小时后最高冲涨至8%左右 然后有所回撤 全天在涨5%左右来回震荡 周五低开两个点开始冲高 10.20分冲到涨2% 便足迹回落翻率 两点多再次冲高并回落 这股票周线收了一个十字星 在上周底部拉升26%的情况下 本周是对突破30天线的一个修正 10天线现在已经上穿了30天线 形态已经在一点点走好 但是还是需要一定时间来震荡 位的目的就是使周MACD指标达成精差 那个时候再拉升会比较轻松 户指在连续上涨后已经到了10周均线和20周均线处 中途肯定要一波三折 一般在这个位置进入震荡调整是非常正常的 突破没有那么容易 而且还会出现反复 要真正的向上突破转势 首先户指还要收复2997点到3052点的这个缺口 这也是压力比较大的地方 因为这个缺口比较大 上方有数万亿的套牢盘 另外一方面前期低位入场的人需要获利退现 要突破以及回补缺口难度比较大 消息面还没有彻底明朗之前 所以需要逐步消化和收复 汇率方面 上周人民币大幅升破了30天线后 本周呈小幅贬值的情况 但是离岸汇率贬到6.89就贬不动了 就像我前段时间说的 6.9是一个指标 6.9以下贬值压力就不大 周五开始人民币有转强的样子 相信中长期来看人民币会有一波升值 本周六就是中美两国偷偷会晤 不管最终结果是好最坏 只要落地就是利好 而且科创版的推出也需要好的指数环境 我对7月还是比较乐观的 现在中半行情已经开始 肯定会有一些股票涨的会比较好 希望大家到时候能够抓到牛股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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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